哈喽大家好 今天讲干货 企业家点评 第一人黄光玉 先来一首定场诗 铺满子 只爱满我父 腌制满害身 到头须扑破 却散与他人 这是一首宋朝的诗 铺满 铺 虎扑的扑 满 装满了的满 铺满是陶瓷座 古代存钱罐 只进不出 装满了之后 要拿出钱来 要砸碎他 黄光玉的一生 黄光玉这个人呢 虽然大家经常点评 他已经说了好多年了 他出事以后 尤其是所有的人都敢说 因为他进去了嘛 好像自己都比黄光玉厉害 但其实呢 并不深 什么权钱交易呀 什么 都不对啊 黄光玉有什么权钱交易 黄光玉是个伟大的企业家 伟大 为什么叫他伟大呢 他没见过大学 他没有 高官父母 高官老婆 他是靠他自己 把整个一个行业 商业电器零售行业 整个升级换代 革命性的 发展出新的商业模式 并且因此成了 中国的首富 厉害 我是佩服的 五体投地 谈到黄光玉的这个金融创新 要从他 开始 第一天 谈起 黄光玉原名叫黄俊烈 他不叫黄光玉 俊是俊男美女的俊 烈是烈火的烈 黄俊烈 他哥哥亲哥叫黄俊亲 也是大老板 亲配的亲 哥俩 在北京搞房地产 尤其是哥哥 叫彭润家园 在西二环靠南 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大楼 三四十年了 那个就是他哥哥的得意之作 成名之作 黄光玉跟他哥哥混 不开心 哥俩其实 八字不太合 那黄光玉就单飞 90年开始呢 他在动物园 干啥呢 北京人都知道 动物园 倒腾服装 他在动物园 摆摊 卖服装 旁边 有一个地名叫新街口 新街口 卖什么呢 老北京都知道 新街口是做 音响 hi-fi 一条街 是90年代 在新街口 集散地 全北京 都要去那买 甚至全北方 都在那集散 黄光玉看准商机 因为他是潮州人 潮州人有个特点 潮州人有大飞 什么叫大飞呢 四个发动机的快艇 船长 黄光玉 黄光玉没有当过船长 估计他顾了不少船长 开去香港 把香港的那个 Panasonic 索尼的这些设备 买来 放到这个快艇上 比武警 集市挺快的速度 登陆 拉到车上 运到北京 这个就叫 新街口的商业模式 东西是真好 也都是真的 黄光玉通过这几年 卖服装 卖 Hi-Fi 音响 积累了 丰富的商业零售的 底层实战经验 所以呢 他就在 攒了点钱之后 他就在 新街口呢 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 特别小一小的脸 特别小就一层 就是跟饭馆一样 杨国服麻辣烫 那个大小规模的 叫国美电器 第一家电 那么国美电器 经营了几年之后呢 老黄呢 站在了风口上 风口上的猪 起飞了 何况是老黄 他又不是猪 朝周老 比猴还尖 飞得一飞冲天 怎么就叫风口呢 这个里边啊 就是就涉及到了一个产业轮回的旋转木马理论 什么叫旋转木马理论 就是当一个国家从战乱中或者从一场大灾难中复苏的时候 1200复苏的时候 他的每一个阶段的行业风口是有规律的 第一个风口 一定是与吃有关的 餐馆 炒瓜子 饺子馆 这是第一波挣钱的人 第二波 与穿有关 不能老穿粗 粗步打鼓钉 我也要美 我要穿 牛仔裤 的确凉 服装店 服装厂 仿制厂 这是第二波产业升级的旋转木马的第二梯队 衣食无忧之后 人就要享受 第三梯队是什么 第三梯队就是消费类的电器 这个时候 你们现在可能都不知道了什么 宏光电子馆场 什么熊猫收音机场 天津的北京牌电视机场 牡丹电视机场 这些厂子 全都起来了 包括今天这些企业还都在 这些的佼佼者还都在 海尔 春兰 美迪 都是那个时代 九十年代初期 忽然就起来了 这简直就是 供不应求啊 拿票买 买彩电 买冰箱 拿票 你不用制造的很好 你不用制造很好 你只要把那罗斯明好 明天就卖出去 家价卖出去 你有个大飞 那么老黄 黄总有个大飞 从他们在香港 沙头角 买了他们电器 拿回深圳 都不用往北京运 double 翻一番 运到北京 翻三番 咱们留学生出国 要扛个冰箱回去 为什么 日本冰箱便宜 比中国便宜多 扛回来好几倍 一转手就出去 破电视 那个时代 破电视卖两到四千人民币 八十年代 两到四千人民币 现在电视也不过就两到四千人民币 破电视 还有拍一下 才出人的那种 海尔张伦敏就是因为把不合格的砸掉 不合格的砸掉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些 诶 张伦敏就是因为做了一个正常的事 他变成了中国质量最好的海尔电器 所以呢 这是第三波 旋转木马 电器也有了之后 哎呀 我继续享受我的人生 第四波是什么 你想想第四波是什么 我要开车 我要买车 所以中国呢 在两千年前后就进入了汽车社会 家家都要买汽车 哎呦 那奇瑞 QQ 都出来了 第五 第五轮是什么 有了汽车要什么 房子 不能两三代人挤在一个房子里 所以房地产 蓬勃发展 什么房子都能卖出去 这就是旋转木马里 房子之后是什么 我当时说 如果要是没有打断的话 房子之后肯定是奢侈品 人的精神奢侈品 核物质奢侈品 打断了 没有了 现在开倒车了 往回走了 所以呢 老黄在九十年代 中期 在做家电 你说他是不是正好在风口上 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 他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人很聪明 他发现一个问题 在新街口 摆他那个国米电器 他发现个什么问题呢 他摆不下 你回忆一下 1995年 如果岁数大的话 你回忆一下 1995年到1998年 这三年 当我们有的钱 开始去买电冰箱洗衣机 电视机 你遇到一个什么尴尬的问题呢 你在任何一个城市 都有这个问题 你只能去两种地方 一 人民商场的电器柜台 人民商场都有个电器装柜 摆着各个品牌的电器柜台 但是你在人民商场 电器柜台 你有什么问题呢 型号不全 比如说海尔他摆两台 春兰他摆两台 可是春兰全系列有20台 你并不想要他这两台 那么还有一种业态是什么呢 只有这两种业态 还有专卖店 大城市 集中大城市 有海尔春兰的专卖店 他们当时也走直销 他们想走企业直销 所以他们招招招拦了很多的 地方的代理商 经销商 经销商虽然这个品牌比较专一 没有别的品牌竞争 但是他的店都特别小 都是杨国福马拉套 他呀 而且他相当单一 他海尔只卖海尔 春兰只卖春兰 你这个县城也好 你这个地基市也好 你不一定都有 所以呢 当时呢 就卡在这么位置上 没有人创新 没有人创新 创新这两个词 这里这个词 非常难做 为什么呢 保暖私营玉 他日子好过 他不创新 没有人会创新的 那个这个两个业态在风口上 那钱 数钱 手都数累了 创个屁心呀 一千块钱的 海尔这面箱 卖一千五 净赚五百 而且是卖完再给海尔 他先压着这一千五 不一定是二手节 三个月节有可能 所以他有什么动力去创新呢 但是黄光玉就有动力 因为黄光玉 他什么他都没有 他是一个潮州的 一个白手起家的年轻人 他岁数比我大不了几岁 雄心万丈 二十几岁 所以他就琢磨 不能再在新街口付高租金了 在新街口 国美电器就指 所付的月租金 足够他去北京 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 租一个 倒闭了的工厂的厂房 因为倒闭了工厂的厂房啊 没人要 那么他想如果我退出核心繁华地带 进入到农村 卖电器行不行吗 这个非常伟大的探索 因为买电器都是往市中心去 他反其道行之 要去最偏僻的地方 租下来了北京第一个 在四季清 租下来一个破厂房 四层 带车库的 特别的 一楼给让他给改成车库 外边有大院子 都是车库 停车位 他在这里边摆满 货品摆满 你想因为他有的是地方 这他的营业面积 超过全北京所有的两种业态之和 还得乘以二 在他那个四季清那个地方 然后他摆满之后 他做广告 投放非常精准 他只在汽车上打广告 因为有车的人他才有钱 而且他才能开车去 如果没车 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交通和物流那么方便 没车 你北京老头老太太 你想买个彩电 你坐公交车去 你怎么拉回来啊 所以你必须得有能力去接受到汽车 所以他在交通广播电台 北京音乐台 FM 投放广告 广告词是买电器到国美 花钱不后悔 如有差价 双倍返还 赌一件事 赌你只要是花两三千四五千买大件 你不在乎花这二十二十分钟的时间 三十分钟的时间 你开到四季青桥去 省一千块钱呢 你赌赢了 三个月就活起来 全北京的人 都知道要买大件 开车到四季青桥 国美电器 花钱不后悔 真便宜 为什么真便宜呢 电大七客 科大七店 摘夫主级名言 就是从这来的 这是我交给他的 蹭的不是蹭的 电大七客 科大七店 就是国美案例得到的钱 他电大了之后 他不是七客 他七上游 他七上游 大家知道 以前在人民商场 电器专柜的时候 商场就会压 生产厂家三个月的货款 老黄这么大的店 他能压你半年的货款 所以国美电器压 这些电器生产企业的货款 半年以上的压 也就是说 老黄的货 虽然已经到了国美的商店里 但是他没有给钱 他没有给钱 他并没有给企业钱 可是您老来买电器 你是不是就得付现金呀 他左手没有花 右手钱就来了 你想 黄文有什么东西 黄文有大量的现金 大量的现金 他就在这个业态的基础上 他用现金 变成了盈利工具 至于是不是放高利贷 这我今天不提 但是你想嘛 你在1998年 1998年的事 您在北京 有30个亿的现金 趴在账上 你是恩多金融机构 房地产公司 所有的赚钱行业的爹 来找你 黄总就这么起来 第一阶段 第一次创新 没完 他又进行了 紧接着就进行第二次创新 就是杀回闹市区 杀回人民商场 买一层 整租商场楼层 整层全给我 我要在这开国美电器 而且这就不是在北京了 培养大量人才 全国复制 商场也没办法呀 因为商场的电器轨台全黄了 自打国美开业之后 一件也卖不出去 你不租给老黄 你怎么办 而且他还要多租 租给他 这个时候就也解决了 煤车那部分老百姓 买电器的问题 还没完 第三阶段 回到闹市之后 买整楼 干国美 闹市整楼买下来 或者长租下来 做金融运作 因为这个楼买下来之后 可以抵押贷款 各种金融放大了 我记得是马电桥吧 他就有他的总店 那楼很大 绝对是交通最繁华的地方 这不到几年 不到六年 国美就起来 五年就起来了 这三个阶段的跳跃 他就完成了 紧接着 黄光玉呢 就去香港买科 他又做了一次创新 这次创新 我们俩认识的 那时候我在香港混 我离开提改委 两千年离开提改委 提改委 香港股市的壳王 两千年 战培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人的命好就好在这 黄光玉顺风顺水的时候 在北京想买科 他本来是想在中国A股买科 他去买宁城老教 创的一头灰 因为宁城老教是谁的 你们知道吧 你们也知道 那也是吃骨头不吐渣的人 而且那个时候也在顺风顺水 那老黄怎么能占得了便宜呢 对不对 所以转头香港 见到了他的同乡 战培中 为什么说两千年的战培中 是个特殊的战培中 两千年的战培中 愿意坐在咖啡厅里 跟一只狗谈生意 香港渴望 为什么 因为他刚从赤主监狱放出来 战培中因为操纵武士 被抓起来判刑了 而且没出所有非法所得 两千年富翁战培中归零 归零从监狱里出来 什么都没有 空有一身本事 所以老瞻当然愿意跟一个狗谈生意 何况来的不是狗 是自己的小同乡黄光玉 瞻培中手里有没有壳 有壳 壳不算非法收入 因为那壳也不值钱 那几分钱一股 那个还真是他手里的 叫0493精华自动化 精华春梦的精华 还不叫那名我也不知道 精华自动化 壳 一个非常小的壳 非常净的壳 净壳 老黄说 詹老板能不能让我借这个壳 詹老板说行啊 你给我钱吧 老黄说没钱呀 嗯 詹培中懵逼了 你没钱来香港干什么 黄玉说我在干什么 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撞到这个壳里 我为什么要撞到这个壳里 詹培中一听 哎呦 这个饼给我画的太诱人了 操我 他们现在也找不着有钱的来买 我也不能浪费了 不行 我们俩先弄一把 他弄一把 他黄玉牛逼 他怎么不花钱买壳呢 我跟你讲 他哥在这个萧云路啊 干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写字楼 2000年 98年开好的 后来叫海航大厦吧 就海航 或者叫海航大厦旁边 叫彭润大厦 彭润大厦 就这名 彭润大厦 非常好的地方 非常好 蓝色港湾附近 彭润大厦 那个时候2000年开业 哎呀 高端 high level 黄光玉那边开国美电器嘛 他也有点实力了 他哥虽然还是瞧不起他 但是呢 他就跟他哥说 你能不能租给我几间办公室 那还不行吗 你那租给外人都行 租 黄光玉呢 就从他哥那儿租了几间办公室 也不太大 几千平方米吧 一两千平方米 租了个大办公室 他这个办公室也坐不满 但是那个地方呢 黄金地段 未来非常看好 那时候中国冉冉升起 黄光玉呢 就把这个租约 把这个租金啊 给评估了一下 那么说租约也能评估 没错 在香港 在西方资本市场 租约能评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楼啊 这个楼面 我租下来了 我是租户 但是我虽然是租户 但是我把租金都已经付了 所以呢 我是有权利使 使这个房子的 甭管我这房子是转租出去 还是我自己用 这个我付了钱 租这个房子的这个代价 这是能折线的 这就叫租金 租约折线 叫乙方权益折线 乙方权益折线 这招是詹培中 给黄光玉出的 因为黄光玉不会 詹培中 亲自帮你捂的 壳王给他捂的 租金多少钱一平米 比如说十块一平米 我哥给我的零售 永远忘记这个秘密 我觉得是四十块钱一平米 而且我觉得 你应该把钱都付给你哥了 冰雪聪明 小机灵鬼 对 我刚才说错了 我记忆不好 您说对 我想起来了 四十五块钱一平米 而且我都付了 二十年要都付了 你毕竟让我哥给你出证据 他左口袋付右口袋 他左手 他做资金生意的 他三十个亿 趴在帐上 他左手给黄俊钦 右手不又还黄俊烈了吗 还那一段 不让你看 火车又来了 满嘴跑火车 他就来 配合我 但是 这边给你看 租房子里边给你看 我哥把钱还 我不告你 不告你 我们哥俩好好操 我们俩这事乐意 但是我们俩这边 共事公办 他说 您这租金是不是有点高啊 大哥 两千年 民不举官不究 香港天高皇帝远 谁他们去举报这事 再说了 你举报这事有什么意义呢 全满大陆 有谁懂啊 我还在香港混呢 我还没回来呢 郎先生平还没出现呢 没人懂 翟山英 翟副主席 当时可能还在什么 什么歌华混 所以 中国那时候真是老土 大陆表述 没人懂 凭了多少钱呢 凭了大概十来个亿吧 不多 十来个亿 就这么荒唐 十来个亿 两个棒不使啊 放进了金发自动化 增发新股 购买这个合约 变成了困股股东 改名叫了国北电器 国北电器紧接着就把他 在国内的这些门店 什么烂七八糟的 又评估一次 这回他熟了 他评估了88个亿港币 那时候港币比人民币还贵呢 88个亿港币 是他自己评估 刚才我跟你讲了 刚才我跟你讲了 他那时候 2000年他没来得及买楼啊 他那时候还在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他98年 刚开第一个大卖厂 就是农村大卖厂 还没有完成包围城市的战略 农村大卖厂随大 农村大卖厂里的货 都他妈是别人的 都是张维敏啊 什么那春兰啊 什么 董灵珠 人家的 那不是你老黄的 没事 又忘了 老黄有现金 而且老黄是他们的爹 因为他们东西就需要老黄的渠道出去 老黄 左手把现金给他们 把票开出来 这还不容易 右手 继续压你们 再多压你点 所以呢 他通过财务手段 他通过财务手段 合理合法的 就把那些他生来的货 变成了归他的货 哎呀 您说他一点东西没有也不客观 有十个亿 称死十个亿吧 真正属于他的净资产 十个亿 黄总评了88亿港币 泡泡十倍 大家说为什么他呸吹十倍就能发出股票来了 香港资本市场美国资本市场成熟资本市场 你吹一万倍都行 为什么 那股票都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发现新股 自己买 你也不用付钱 你就挂个价格就行了 你停牌价 比如说一港币股 你88亿 评估值 然后你就去香港的那个注册署 联交所注册88亿股新股 你就有了 88亿股新股 联交所才不管你是不是骗子 联交所你们愿意交钱 你交立丝听费 保健人什么什么这个承销商 人家收你钱 人家收你钱 会计师律师都收你钱 评估师 收完你钱 你爱卖出去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砸你手里 天天跌跌跌跌到一分钱 原形毕露 所以香港股市有好多先股 有一分钱 cent先股 您的 精华自动化是您的 0493 您自己停牌 停了牌之后呢 你用停牌价 参考一下停牌价 你发好多好多好多股票 然后你买你88亿经资产 评估资产 是你的自由 你没有犯任何法律 这就是他豪赌的地方 如果是今天 他就真傻逼了 88亿真没人理他 那他哎呀 我说好有钱 你好有钱 你自己玩吧 你你你脾劳吧 你没有人来 没有客人上上门 那老黄赌什么 老黄赌全香港资本市场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并不在乎他 是不是吹了泡泡 是不是做了财务手段 是不是把人家车祸变真的了 他直赌香港的一些伟大的投资银行 高盛摩根斯坦利 都觉得中国白色家电零售行业的崛起 是个先机 他们要在这里边拿牌 跑马圈地 只要你有牌 有马 有地 人家就来了 因为你别的公司 你还要 你再牛逼 你说我也要干 你蔡白 你你你也要干 你有你有股票吗 你有香港股票吗 你有符合香港规范的 国际规范的 这些材料吗 审计报告你有吗 没有 老黄全都有 成销商是第一流的成销商 所以赌赢了 第二次豪赌赢了 第一次去农村赌赢了 第二次 把资产 吹成无限大的泡泡 变现 居然变赢 88亿港币的这个股票 被著名的国际大投行 一抢而空 洛阳只贵 老黄就成了首富 就认识了我 除了詹培中 詹培中是个装逼犯 装逼犯可有意思老头 刚差一段 这种有多有意思 刚出来 见着我 我有机会 把我弄住之后 弄好的大陆表书的企业 找他上市 端着 穿着 特别漂亮的西装 打着泰 我跟他讲 因为我不太会讲粤语 我就讲普通话 对不起 我不会 我不会普通话 我不会国语 我只讲广东话 没办法 我就 坑吃别多 坑吃别多 讲广东话 都没 讲广东话 好 好 因为我广东话 他们是塑料的 每次开会 都 赶过 还有鱿鱼啊 不懂啊 赶不动话了 后来呢 我给他打电话 他有一个助理 他说他有个助理 通了 自身腔员 你好 找哪位 男的 我说找张培中先生 我就是 他妈的 别会 他偷渡去的 他60年代 他游泳过 他当然会讲普通话了 他们长老大 他去香港 他也把我当表叔 唬了好几年啊 所以呢 咱们 不插这条小段 老瞻 现在又有钱了 因为他 人家就是柯王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他现在这个 他现在可以 真的不会讲普通话了 但是那时候 他是 真的是装 不会讲普通话 张培中呢 把柯 卖给黄文玉 然后黄文玉发了以后 黄文玉 开始写自传 写自传 请了一个 特别好的枪手 特别厉害的 这个财经作家 叫吴阿伦 吴阿伦 可天吴 阿伦 凯永林的阿伦 吴阿伦 吴阿伦 妙逼生花 写到资本运作卡住了 吴阿伦不会 吴阿伦也不会 这东西谁懂啊 怎么国民电器 怎么接壳 吴阿伦哪懂啊 吴阿伦就找黄文玉 找黄文玉那样的资本运作 那些扶子 他们也不懂 黄文玉也不懂 黄文玉自己说的 说你找王岐州去了 他不在香港干了 他回中国了 他在北京 他什么都懂 当时都是 他 他 他 inside 他是里边的人 圈里人 我非常尊重他 因为他这个东西 养花缭乱 我是佩服 五体头的 我认认真真的 给国美 黄光玉先生自传 写的资本运作部分 我写的 后来吴阿伦说 给你搞仇 什么给你 我不要啊 免费 免费的 那个 我景仰他 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漂亮 他虽然不懂 他虽然不懂 但是我懂 我给他写 写完之后 黄文玉又感动哭了 你知道吗 他觉得 他原话 你好像比我还了解 我在干什么 就是这么 缘分 但是那个时候 我攀不上人家 黄大老板 时间跟你说两句话 不得了 大办公室 好大办公室 那个办公室里边 还有个大鱼缸 那鱼缸能把人放进去养 那大鱼缸 不是那种鱼缸 不是东盘 不是太子鱼缸 就真的鱼缸 里边是很多热带鱼 打金龙鱼 打热带鱼 各种鱼 黄住在鱼缸 好连 就一个办公桌 我们都要坐在 见他的人 包括部长 领导 都坐在远处的一个沙发上 这样 外边 外边还有套间 外边套间是漂亮的女秘书 长天明女秘书坐着 她女秘书到一般 她胃口 对 她老婆厉害 所以她女秘书很一般 不如我的秘书好 腿也很 对 咱们不说这个 今天是正经了 不开车 秘书 让你在那坐着等 那几个沙发 你一看 北京尚委主任 北京尚委主任 在那坐着等 主管夫事长 坐着等 等 见黄老板 票成这样 牛逼成这个枪子 你知道 做总理 认识 大会堂吃饭 去开自己的 1400万的车开去 大会堂 胡锦涛看见了 这是谁的车 说这黄老板 中国首富 黄光宇 郭美老板 他怎么在这吃饭 大哥当管理部 现在您不知道 也有对外经营功能 三产功能 补充点流动资金 他车多少钱 不贵 1400万 老胡 比我的车贵多了 我的车也没有1400万 要出事 要出事 这是中国 你当是美国 你可以高调 你妈的 这个文化是不一样的 所以 老黄呢 顺风顺水 从98年开 到2004年买的壳 这六年是最顺的六年 七年一大运 07年08年 黄老板转运了 黄老板顺风顺水 一定有身边一些 瞎参谋乱干事 给他出主意 觉得您是神 您今天吞并了 A大陆 明天一定能在B大陆 再创回我 一想有道理 回A股折腾来了 买壳 买谁呢 找我就对了 他看不起我 他觉得我小年轻 比他还小 他一定要找老炮 找了段永基 中关村村长 段永基 段村长手里有一颗 就叫中关村 主板的 他姓他 段老板 云禅物照 我这颗如何如何好 老黄掉坑里了 这不怪别人 他自己没有经验 他资本云格这块 他确实不懂 他犯了几个错误 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干货 你在中国买科 一定要注意这几个错误 第一 你不要找名人的名科 段永基太有名了 你皇冠又首富 更他妈有名 那你们俩在一起开会 放个屁 外边人都 告诉你个发猜的机会 刚才在那小屋里边 是首富们在开会 首富们说了 中关村 中关村 别告别人啊 这股票啊 这俩货开会的时候 就开始往上涨 所以呢 借壳上市第一条军规 不要买名人名科 借壳上市第二条军规 不要买两亿股 总股本以上的科 不是香港搜不了股 段永基的股 中关村有多少股呢 不小六亿股吧 太大了 为什么说股本越小 股价越低越好呢 因为你有多少净资产 优质资产往里装 你评估值 你再吹气球 评估值是个定数 是个常量 而股票价格是变量 你比如说你这个壳 一亿股 总股本 你股票停牌的时候 股票价格是两块钱 对不对 它的市值呢 就流通市值呢 就是两块钱乘以一亿股 就是两亿人民币 你如果这边有个四亿人民币的资产 你增发新股 你就能换出两亿股来 原来是一亿股 你两亿股进去 三分之二是你的 你就是66%的绝对控股股东 你一个人就可以开股东大会 你一个人说都算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走漏了消息 他妈的昨天还一块钱 蹭蹭蹭蹭上去了 涨到了十块钱 你傻逼了 你还是那四亿的评估值 你是个很小的 很弱势的控股股东 很容易被人家推翻 对不对 所以呢 股本要小 股价要低 这两条咱们老黄同志 都没有控制好 这还算是人力后天 先天更倒霉了 先天怎么倒霉了呢 你等到那个大市熊市的时候 你在买客 牛市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买 为什么 欲望的高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是你发股票 你走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不是你 我说的发不是发行 就是把股票派发给大家 你走人 你拿现金走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不是 你去增发股票的好时机 但是你想07年08年 07年是个什么什么年 07年是什么年啊 老黄谈 断基是07年谈 07年什么年 07年是中国股权分治最火的时候 05年 一波高潮就过来了 哎呦 股权分治我做的 我是发明人之一 我张文兴 我将来会给大家开专题 讲股权分治的 前世今生 那股权分治 直接结果就是让中国股市进入场大牛市 一直涨到6100点 老黄同志又不知道 太高调了 他喜欢聚光灯 他就觉得聚光灯还不够亮 全世界都在传 他买 买股票 买壳 那个叫中关村 炒到了 从两块钱炒到了14块钱 翻了7倍 那黄光远傻逼了 因为大盘本身就往上涨 牛市嘛 那时候奔着1万点 我记得当时好多专家 比如说金言石 还说国市马上涨1万点 这不丢人 因为那时候贪婪恐惧 都把大家的脑子搅乱了 都是贪婪了 越是牛市越贪婪 6000点奔着1万点去 后来先是耍流氓 说我说的是绅士涨1万点 我们都知道说 平时股市涨1000点 3000点5000点 是指的是护士大盘 他把他说的绅士 你有病啊你 太虚伪了 像我这么真实 我错了就傻逼了 人人都是傻逼 你怎么就那么偶像包袱那么重 再说你胖得跟猪头似的 谁他们知道你是谁 他赶上了一个完整的大牛市 并且大家都吵他股票 股票涨了7倍 这为他后来的覆灭 埋下了一个重大的定时 那么结果上是第三条军规 他也弄错了 就是债务重组 所有的中国的壳都不是净壳 所以呢 你清除银行的债务 这个是你必须做的 而且欠政府的一些税金 你也是不能够免的 老百姓的工资 你是必须要付的 剩下的一些上游 下游的一些企业之间的债 你是可以谈的 但是有一条 你必须提前干 而且低调干 悄悄尽存 打枪都不要 如果你弄得全世界都知道 你黄光玉大首富要来了 那您觉得这个债主们 他能同意打折吗 他不但不同意打折 还要连本带利的要还给他 东旺基给了他多少银行的金融负债呢 这就是不能免的呢 5.9亿 就是6个亿的贷款 加30多个亿的担保 担保加贷款 他将近还40个亿 认识铁打的罗汉 也扛不住这40个亿的债主 嗷嗷逮捕 而且这些债主 都知道黄光玉来 说什么也不同意 打折 必须还钱 否则你做不了债务重组协议 你这事没法干 老黄在诸多的不顺 一连串的这个错误 之下 他犯了他人生最大的错误 黄光玉之所以出事 我全往第一个纰漏 是因为以下这段话 黄光玉因为犯了战略性错误 判断中国股市要涨到一万点 所以他用香港精华自动化 他当时做老鼠仓 买股票 涨高了 卖出去的 同样的套路 他开始建仓 买他自己要重组的中关村的股票 我们知道中关村股票已经涨到14块钱一股了 黄老板为了吸筹码 他是按14块钱一股的这个成本价往回吸 而且他不停的打压 不停的放利空 中关村当时不停的出利空消息 但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已经知道真相了 都相信黄老板的伟大能力 谁不卖 越炒越高 证监会都知道了 说你这个吹像太难看了 黄老板 你这一会放假消息 打压股票 一会你从底下抄 你你能不能给我们证监会一点一点点薄面啊 你当我们是死的吗 你说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谁干的 我哪知道 好 证监会拿你没办法 但是市场在那 2008年市场急转直下 市场急转直下 大家可以算一算一算啊 流动股一股 14块钱一股 你买了 你花了多少钱 你花了多少钱 10块钱了 就算你牛逼 你会倒仓 10块钱 你是不是现金砸进去了 但是你以为 你的牛逼之处和党的牛逼之处合体 能涨到一万点 你这一百个亿能变三百亿 可是 08年 哇 往下跌 跌到了他妈的 1400点 急转直下 中关村股票 从14块钱一股 黄老板建仓的 点位 跌到了 跌回了两块钱一股 因为大煞将轻全倒了 你这个时候再吵也扛不住 庄家的劣势这时候出来了 散户大不了就不看了 或者割肉走人了 庄家的钱是金融操作过来的钱 咱们都说了吧 黄老板他上面还欠着好多钱呢 下面他是收着老百姓买电器的钱 上面欠人家上游的钱 他紧呀 他紧他怎么办呢 他只能倒腾新的钱进来填坑 他把他中国所有的流动资金全填了之后 填不住这个坑 他只能从香港 他卖掉股票 从香港往回捣钱 伟大的企业家总是跟别人动作相反 所有的人都是把中国贪官乌利们 都把钱从中国往境外搬 黄黄玉同志往里搬 他这一搬啊 就引起了反洗钱当局的注意 这可不是中国证监会 反洗钱当局是带枪的 是警方啊 你从澳门往这边大量的赌场 往这边洗钱 洗了多少 洗了八十个亿 八十个亿 所以人家肯定要找他问啊 公安部肯定给你立案啊 要找你问啊 但是黄黄玉呢 当时又犯了一个小错误 犯了个小错误 人一说贝了 他就什么错误 他都一定会去犯那个错误去 他找郑少东 郑少东就是公安部副部长 那是他兄弟 郑少东就找 经侦那几个 找黄黄玉了解 这个洗钱案子的 那几个小警察了 瞎弄啊 那也是自己人 这几个警察 警察是普通人 这几个警察 马上意识到 自己在摁着一个大鳄鱼 我问你 摁住鳄鱼脑袋的普通人 他保病的策略是什么 本能是什么 难道是放开鳄鱼 跟鳄鱼说sorry吗 他的第一反应 是一定要把这个鳄鱼摁死 否则死的就是自己 四个警察 四个警察 全得拖致服 金剑云 所以他一定要把这样子 查成铁案 一来二去的 阴错阳差的 这里边很多故事 我就不讲了 不爆料 要不然很多人 人头落地睡不着觉 就是总之 anyway 总之 黄总还是错了 怪他 瞎找人 能用钱摆平的事 他不用钱摆平 他就相当于 觉得自己是超人的 一个普通人 他觉得自己是超人 是因为他怀里有一只手枪 在长安街上 他觉得我是超人 我好厉害 跟人家汽车追尾了之后 拔出枪来 对空来一枪 证明自己确实是超人 一个有枪 往天上开一枪 想证明自己超人的 普通人的唯一结果 就是你比普通人死得还快 所以呢 大厦开始 清岛 把黄总给压进去了 还行 只判了14年 这判14年 并不高 黄总在这个监狱里待了14年 因为他 他有一个好老婆 非常好 老婆杜鹃非常好 虽然有内鬼 什么陈晓之类的 要造反 都给摁住了 而且呢 他企业呢 是在香港上市 香港当时还是讲理的地方 讲法的地方 所以没有办法去 把东西全抢了 还是他的 他在监狱里签董事会 计要 股东会决议 域长们也都懂事 直到这儿关着 大老板 黄总啊 将来出记一定要照着 所以老黄在监狱里 过得很舒服 天天上网 天天学习 就学明白黄金了 完了 他挺好奇 集中在干什么 哎呀 他就中毒了 旋转木马 你旋转木马 你旋到 习主席了 习主席他不信习 所以 他就 赚不下去了 所以 所以他黄金就 但我没说过啊 这是黄金 game over了啊 所以你 你现在买黄金 只能买黄金保命了 你将来买船票 可能用小黄鱼 保命了 你再想弄什么黄金银行 黄金产业链 这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现在画了料点啊 黄金 很快就会收归国有 倒车嘛 一定要倒到原点吧 就是怎么当时放开的 05年放开 老百姓随便买 还要怎么收回去 所以 以黄金为背书的 所有的金融创新 game over 停 错了 方向错了 往回走 啊 所以 我今天就讲了 黄光玉 点评了 黄光玉 黄光玉 顺风顺水的时候 步步接队 逆风逆水的时候 步步接错 从07年 他开始转运 到他进去 大云就这么过去了 悲情 伟大的企业家 潮州人的 杰出的企业家代表 黄光玉 今天就聊他聊他聊到这 再见